歡迎來到理財爆米花 我是理財先生 我是槓桿青年 我們今天要聊的主題是 金融科技跟美國基建 我們YouTube頻道理財同學會已經上芯片每股ETF囉 喜歡我們的Podcast還有YouTube頻道 請幫我們追蹤按愛心喔 嗨大家好 今天是我們第一期的節目啊 就是我們先來個比較輕鬆的話題啊 像是現在我們比較夯的金融科技的話 我想大家最近應該都有聽說 Lightbank是新開幕的純網銀的銀行 其實它不是第一家開的純網銀 只是因為它的用戶人數比較多 而且比較關於我們的生活比較貼近啊 因為我們大家基本上 每個都有Light嘛 對啊台灣人都會有Light嘛 所以大概來說Light自己的宣傳就很夠 Poli這樣 但其實第一家開幕的銀行是 樂天的純網銀 對那其實總共是有三家 一家是Lightbank 一家是樂天純網銀 那第三家是 算是台灣的本土隊 將來銀行 本土隊 對那當初其實這個他們在三選二 就是當初是金管會是說三家只會發兩家的執照 所以其實大家都在預測說 哇到底這三家誰會勝出的時候 其實就很多人說應該會保留一個本土隊 跟一個國外的隊伍這樣子 所以當初大家其實就是也是蠻看好將來銀行 誰知道就是後來金管會就是 好啦OK啦就是大家一起做嘛 一起奮鬥 三家都拿到了純網銀的執照 對啊那我們今天想跟大家聊說 如果是你的話 你會偏向於使用一般的銀行 還是你會覺得純網銀會更好 如果是你呢 我自己 因為大家一定都有就是一般銀行的帳戶嘛 但根本不會有人有空一直去刷本子 其實後來我自己也是偏向走網銀 只是沒有到純網銀 是直到後來我辦了信用卡 之後綁定了LiPay 我才覺得我好像有加入純網銀的感覺 喔所以你平常都用一些像是大戶頭啊 RiCHA或是Coco Uber I Lion嗎 就是一贏的是叫I Lion 對不起一贏的朋友們 我應該公股銀行比較不熟悉 這幾家應該算是台灣比較多人在使用的網路銀行 網路賬戶 對他們 這算是台灣比較多人在使用的啦 那如果是你 你會偏向使用網路銀行 可是純網銀跟網路銀行呢 純網銀 其實我還是沒有很了解 純網銀跟網路銀行 中間的那個最不一樣的界限是指說沒有零貴貴台嘛 就他完全沒有 對 以法規上來說的話 純網銀是不能設立分行的 他可以有總行 但他不能有分行 那其實他們還有一些差別比較多的地方的話 像是純網銀他們在服務的部分他們是24小時 因為有一些雖然他是網路銀行 你也可以網路辦卡線上申請 可是你要有一些業務 想要使用的時候 你還是要到零貴 對 像是我記得台新的ReChat的話 如果你是線上開辦的用戶 你是沒有辦法去綁定他們的證券的交割戶 哦 對 所以你有一些部分你還是不能做到的 那我就好險 大戶就可以直接變交割戶 就是更貼近於你個人的生活 還有更分析你的行為模式 哦 那我覺得假如我是在年輕一點點 就是可能20 沒有我就是在想嘛 因為我跟我妹的年紀差5歲 那假如我現在25 然後我妹20 我覺得他應該會更能接 就是我現在是能接受的 可是我覺得他們應該有更能夠接受 說LivePay或是將來銀行這種東西存在他的生活上 對 可是我真的覺得LivePayMoney還蠻好用的啦 就是以 真的就是很像是中國的微信或是支付寶這樣子 哦 就是他的支付更方便 然後台灣的話也有像是JCO或者是LivePay嘛 嗯 然後台灣Pay 哦對 然後像現在各家也都有付一些什麼PXPay啊 各式各樣的Pay 突然舉例不出來 但大家就知道生活中就是充斥的 各種Pay 第三方支付的軟體 嗯 對我覺得這塊其實蠻好的 而且就是聊到 如果剛好我們聊到街口的話 所以大家知道 街口這個東西其實在台灣 它是用了一個叫 以鄉村進攻城鎮的概念 就是它當初在推廣的時候 它是從一些 街頭的攤販啊 那不是街口支付嗎 對是街口嘛 就是他們是從街口的就是 對它就是剛好就從街口的攤販 或者是像是一些夜市的攤販 嗯 開始 對 去推廣 然後到推到現在 很多商家啊 像是Seven全家 一些連鎖超商都可以用 嗯 街口的支付 我就覺得街口其實真的蠻方便的 而且還 還可以積電 我覺得這個 這個 的商機其實很像 美股的一個叫SQ 就是Square 它的策略也是這樣 講一下Square它的來源就是 以前有一個藝術家 他要販賣東西 可是他就是也是擺攤的那種 那人家要跟他買 問說你能刷Visa嗎 他就想說 我這個小攤販怎麼可以刷Visa 土片攤知道怎麼刷Visa 對 然後那個人就說 喔那我不買了 因為我沒帶錢嘛 然後就走他就很沒送 他想說我的藝術不及一張卡片 之後他就會去跟那個PayPal的創辦人合作 做一個小小的很像讀卡機 是 就是一個Sensor 然後你只要把卡片放上去 靠上去 就可以刷到裡面的東西 是 所以很像是現在無線版的刷卡機 對對對 無線版刷卡機 然後到後來他也有出自己的QR Code 所以你很多時候就有點像是我少你 你少我就是微信支付的概念 就連之前川普他在發生活不住津貼的時候 都是透過SQ這間公司來發行 就是有三分之一的金額都是這邊發的 喔所以他算是一個在美國相當流通的 算是支付的平台這樣子 對對對就很像LiPay這樣子 那我們再講回來就是純網銀跟實體銀行這一塊 嗯 就是純網銀他其實現在面對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是他可能會是短期的利多長期的利空的狀態 嗯 是是因為現在大家應該都是看哪一家銀行的利率高 我就存哪邊嘛 哪邊活存的利率高我就存哪邊嘛 哪邊借錢的利率低我就是借哪邊 比較不像以前我們可能還會覺得說 這家銀行的服務態度比較好 或者說擔心這家銀行會不會倒閉破產 甚至是哪家銀行的小姐姐比較好看 對台小姐姐 對就決定說我們要去哪家銀行 但現在大部分人都是以利率為導向啦 對 就是哪邊利率低就是往哪邊借嘛 那邊利率高就往哪邊存 長期來說的話會不會過了一陣子那個存網銀的利率 他當然他剛開業的時候他會給你比較高的回饋嘛 那會不會過了一陣子之後回饋又變低了 那這些客戶又會流失掉 也不確定也不一定 所以我覺得長期來說存網銀這個東西到底會不會使得銀行業更競爭 這就是長期來說的話是看不準的啦 就是以後的事我們就等著慢慢看這樣子 我自己的想法會覺得可能到後來大家的利率真的都是差不多差不多 反而是有一些什麼記帳功能或是投資功能或是券商 因為你錢存著沒有那麼高利率的時候 你一定就是會被逼著去投資或是做一些東西 最近你有發現一些什麼新創的公司是做這種東西的嗎 有啊我們網路銀行存網銀這塊 它也是從金管會的監理沙盒出來的嘛 你要不要講一下什麼是監理沙盒 監理沙盒它就是沙盒這個名字是來自於 它可以讓小朋友一樣 就是小朋友在沙地裡玩沙的時候 他們都可以很有想像力的去建築他們想要的東西 城堡這樣子 對就是你可以沒有限制的去做 所以沙盒這個名字是是這樣衍生過來的 那就是代表說可以讓一些新創業者啊 或者是銀行業者想要做新功能的 他們會讓他們進入像是這樣所謂一個金融的監理沙盒進去 那他們可以抽取一些小部分的使用者出來 試做看看他們想要做的東西跟技術是不是可行的 那基本上整個架構就是用金管會在做監理的這樣 那比較有趣的我跟大家分享兩家 一家是麻布記帳 一家是好好投資 我們先說麻布記帳 麻布記帳我覺得它真的是解決了生活的一個大痛點 正常來說我們在刷卡的時候 我們一定會是哪張卡的利率會不會高 我們就刷哪張卡 所以我們可能會有不只一張以上的信用卡 或是金融卡 像我們的那個問題小姐就N張卡 她為了做那個信用卡的東西也是 辦了不少張信用卡 不然哪能一天到晚抽出那麼多張信用卡跟大家分享 對所以卡片其實銀行的黏著度是很低啊 所以大家其實都持有很多卡片 基本最基本應該大家都會有什麼郵局卡啊 再加上新轉的帳戶的嘛 然後一定還會有可能年輕學生時期 為了好看啊辦的一些卡片之類的 所以加一加其實我身邊的朋友啊 我可能沒有那個統計說 我身邊的朋友 至少每個人應該都會有五張以上的卡片 這邊我們講的卡片是不只信用卡 包含你的存錢的金融卡這樣 就每個人還有你刷的悠遊卡之類的 各種卡 各銀行戶 應該五個以上的銀行戶這樣 那像是麻布記帳我覺得它最酷的就是 它可以整合各家銀行的刷卡資訊 比如說你在A銀行刷了一筆資訊 那你又在B銀行又刷了一筆卡 那C銀行你又去存錢 它都可以幫你整合在他們的app裡面 最酷的是連你的電子票證跟你的發票資訊 都可以輸入進去 所以就是整個超級完整的 我們的收支都在那個app裡 就不像以前我們還要另外開一個記帳筆記 然後說我今天花了多少錢 然後自己手動把它Key進去 這樣子就真的Key來Key去 Key到最後都是非常記帳 對後面就很懶得記帳 但它就是很酷 它就是你可以綁定那些銀行 他們會開放所謂的叫 open API的假接口 然後讓你銀行把那些資料抓到你的app裡面 你就可以一次做通證 然後它還有一個很酷的功能是 假設你今天去吃飯好了 你就拿了A銀行的卡去結帳 結帳之後它的資訊就會從銀行端傳過來到你的app裡面嘛 那它就會跟你推薦說 其實你用B銀行的卡片 更優惠 會更優惠 對 所以你可以用B銀行的卡片 那這時候就會推薦你辦卡 我自己會覺得 它其實蠻適合被全家收購的 因為全家現在就是你只要報會員 它有一個智能app 就是你報了會員之後 你去繳錢也好 買東西等等的 這些你可以掃它 它之後都會出來一個收據 你只要掃它的QR Code 全部都會幫你記起來 你去繳水電瓦斯費 繳電話費 繳卡費 然後在他們的超商買東西 這些全部你都可以掃它的QR Code 或者是打它的會員 就可以記到帳上 其實就有點跟這個麻布記帳很像 只差別在麻布記帳有跟ABCD各個銀行合作 對 所以它就是非常酷 就是可以真的是減少很多你記帳的時間啊 那這家麻布記帳 其實它是2013年的時候就有成立 那到現在 蠻早的 對它一開始不叫麻布記帳 對它就是成立的 也是類似的商業模式 但後來就是幾經轉轉之後 這是金融堅尼莎盒是這兩年的事嘛 它才進到堅尼莎盒去做 然後才叫麻布記帳這樣子 有興趣的新貴派們 你們可以去Google搜尋看看這一家公司 我真的覺得很酷 那第二家公司的話是叫做好好投資 對它是一家基金交換公司 所謂基金就是找一群專業的基金經理人 然後你把錢放心的交給他之後 你可以透過定期定額或是單筆投資去做投資 就是這樣 去對 就是通常我們想要買進或者是賣出贖回這種基金的話 都是透過基金平台 早期的話就是透過券商啊 然後一些理財規劃人員啊 那後來有像是基附通這種平台 你可以自己買賣 那現在它除了這個它叫做 它的重點功能是交換這件事 交換這件事就是讓我覺得蠻酷的 因為它就是假設你有一個A基金現在價值一千 我有一個B基金現在它剛好也價值一千 我們就可以說要不要來交換 所以我們現階段是等值的 可是未來我們可能一交換完之後 你當初挑的比較好 所以我可能就直接漲價變兩千 可是我當初挑的可能比較差 你可能就會往下掉 是這樣嗎 對就是等於說我們把我們的資產交換了 但是很酷就是 好八點檔的劇情 什麼偷換兒子之類的 挖空公司偷換公司之類的 沒有沒有它是正當的就是 它可以省去投資者這個 重新買進再重 就把舊的贖回又重新買進新的的這個手續費 比較像是以前的以物換物 那種概念 喔我懂我懂為了省下那個手續費 對就是我們直接用交換方式 然後它很酷它一次掛單上去之後 你可以在30天 對一般正常來說我們委託證券的買賣就是當天嘛 但它委託上去的話是這30天內看有沒有人 對你的這一個手上的這個基金資產有興趣 它就可以跟你交換 可是那基金的禁止每天會變動一次 對 那這個部分就是以當天比如我現在一千 你也一千這樣就可以交換 可是我隔天可能一千一了 你還是一千就不交換了 就是你可以拿你的一千塊的份額跟它交換就好 你還是可以留你的一百啊 喔所以它是可以分割有點像靈骨的概念 對對對對對 所以它也是一個很新啊 我覺得也是很酷 有時候就是你有那個想法 但它被法規卡住了 那這時候進到捷尼沙盒 就是他們會在評估可行性的狀況下 去更改法規 而且這個捷尼沙盒我覺得最酷的部分就是 一旦你說你要做這個產品 你進去捷尼沙盒之後 就不能有人跟你做一樣的 喔對保護你 因為你做的這個東西 一定是因為有觸碰到法律的界限 所以你沒有辦法直接去做 喔懂 所以你才要帶 有一些想法會需要 有些想法會被現實所限制 對所以你一定要進到沙盒裡面 才可以做那些業務 所以你也不用擔心 會有人在你出沙盒之前 把這個東西做掉 喔不會被copy啊 對因為你如果在外面直接做 那就是違法 你一定要進到沙盒裡面做 才會是合法的 那你一旦進到沙盒之後 就沒有人可以用同樣的業務 或是同樣相同的方式進到沙盒 等於你一進沙盒就是被保護 所以我覺得這一塊其實是蠻好的 所以像是好好投資這種 就是可以讓你做基金交換的 也可以讓你非常方便去投資一些國外的標的 喔這樣蠻好的 因為像現在最近拜登啊 他就想要做美國的基礎建設嘛 他也打算撥了2.3兆的美元來做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分成四件事 第一個就是交通基礎建設總是要有的吧 照橋鋪路這樣就可以寫上他拜登的大名 第二點的話就是家庭的基礎建設 那在這部分啊住房市場一定就是美國最需要的 因為現在美國人他們都缺房子然後正在蓋 然後也有不少人也會在ZERO這個平台上面賣房 或者是Open door上面租房子賣房子這樣 有點像我們的信義房屋跟永慶房仲 喔可以租房然後也可以購屋賣屋這樣子 對但是他們講求的是手續費低然後很便宜 你只要網路上看一看 你其實基本上就可以直接下單 下單後你不一定真的要住進去 其實我覺得他有點投機 就是我買了 可是我立刻就泡出來賣 然後下一個人看到 你好了 然後你又去買 怎麼有點像是在炒股票之類的概念啊 有點炒房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有一個很大的點是因為他們現在的房貸利率正在下降 就是空手套白狼買空又賣空的感覺 就是我沒有拿到那個房子的實質的真正所有權 但我還是可以把它馬上再刮買 有一點這樣子 可是目前就是要看這個平台到底走向未來是好或壞 我當然是不希望2008年金融海嘯那種狀況又發生 那接下來就是在客廳我們一定會看的電視嘛 那像Raku或者是Disney都有在疫情期間就是 增加他們的那個Apple TV裡面的那個機上盒 對 對就是讓裡面你可以看的頻道更多 或者是Netflix 在前面 宅經濟的概念 對對對 在前期他們也拍了很多什麼Emily in Paris嘛 那那部真的很好笑很好看 真的嗎?我沒有看過一次推X是嗎? 就是你會發現法國人的文化是浪漫悠閒 而且他們隱私權很重視 但是像美國我們亞洲人既定認為 已經很重視隱私權的美國人 但是No 法國人的隱私權是更多 可是他們在愛情方面隱私權又極低 我很喜歡他們裡面有一個文化 好衝突喔 他講說我不會想要讓任何一個男人擁有我 甚至我不想要讓任何一個人擁有我的全部 嗯 就是因為亞洲文化可能會希望一夫一妻 忠貞 或是美國人他們也很忠貞的對待自己的另外一半 是 可是在法國這件事情很衝突 他們當下很愛 但不代表未來還很愛 就是他們 自由平等博愛的其中一環 自由 非常自由 喔博愛 喔對 我什麼懂了 對就是博愛你懂的 第三個醫療基礎建設 是 那因為疫情的關係嘛 那很多人已經不方便去大醫院 甚至很多人就是 他可能需要的是遠距的醫療 那這個時候就有一個叫TDOC的股票 他就是現在全美最大 在做遠距醫療的 比如說我這邊手腕開刀 開完之後我可能兩天我就出院 然後說我可以拍照上傳我有沒有化膿啊 或者是我現在復健的狀況怎麼樣 就是簡單的一些外觀上可以判斷的出來的疾病 對對對都可以直接上傳 然後就可以讓那邊的醫護團隊知道說 那你接下來是不是化膿了 不可以碰水 你是不是碰到水 這好像有點牽扯到之後 可能會發展成就是那種AI辨識的 醫學影像的技術這樣子 對但是目前財報還不算是很漂亮 就是他也是新創產業 那我剛剛講到遠距的醫療 那接下來他可能就是需要吃一些保健食品嘛 那像聯合健康 就是疫情期間也蠻受到大家關注 而且他是老字號的保健食品公司 比較有就是信任感 對對對 賣這些保健食品的連鎖藥局 CVS 在疫情期間也都蠻受關注的 對 尤其是大家這時候會特別注意自己的身體健康啊 對而且他後來還是有跟我舉例類似我們的Fu Panda合作 他就是外送的那種 對 因為大家也不方便去藥局 然後就可能有那種無人機 然後直接把包就是整包藥放進去那個無人機艙裡面 然後就帶走 好酷喔 好酷喔 跟Fadex 喔跟Fadex合作 更快一點點 但真正不是 真正不是Fadex 類似那個概念 對 那最後一個就是製造業跟R&D還有勞動這邊基礎的建設 R&D就是研發 那我們就講製造業 就是他基礎建設一定需要鋁啊鋼跟挖土機嘛 原料跟重工業的東西 對 所以最近鋁的話就是美鋁很有名 它叫AA 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因為鋁業這三年的價格就來到新高 對 對 跟鋼鐵差不多 對 然後在這部分鋁它可以運用的東西又很廣 就是像汽車 就是那種鋁合金啊那些鋁板 就是撞凹那一片要花很多錢換的那個就是鋁板 然後再加上建築一些什麼鋁線啊之類的都會湧到 就是像一些現在有很多鋁合金的這種合金板 就是拿來做屋頂或者是做建築的外觀材料 蠻多的 對這些都算 那美鋁美國鋁業這一間公司是所有鋁的最上游 對 所以它可以掌控整個大盤的那個金額 所以現在它的股價是還蠻高的 也是目前同業唯一低碳的ESG公司 所以它在ESG上就是如果這一間基金公司 它是很看重ESG的話就會使用比較多 對 那蠻酷的欸 因為它是鋁算是算蠻重工業又是原物料的東西 可是它又可以拿到低碳的認證 算是ESG的公司 所以他們其實公司對這一塊算是蠻注重的 對我那時候查到這裡的時候我也是很驚訝 那再加上就是這些鋁一定要有挖土機什麼去搬它嗎 總共一天到晚都是人去搬 那有一間公司它叫CAT 就是CAT 這也是被號稱被廣大網友號稱是景氣的金絲雀 就是今天它如果開始股價往上漲 代表景氣可能要變好 房子可能要大賣了 就跟石油有點像 對會是這樣子 然後全美的新屋銷售現在算是達到一個新高度 所以變成說這幾間公司它背後的基本面就非常好 因為新屋不像是二手屋的市場 如果新屋的銷售量比較好的話 它其實會牽扯到上游的原物料 像是一些鋼鐵嘛水泥啊 一些建材類還有一些 有些甚至原物料或者是航運都會受到影響 其實汽油也會啊 因為這些卡車也是吃油的 對就是大家多少會有點影響 那就最主要就是那些原物料是一定會調漲的 如果需求夠高的話 對就像台灣之前的那個十大建設 就造就台灣黃金二十年之類的 但其實很大一個原因來自於就是利率的下降嘛 那費的就是廣發錢 那其實像在五月七號的時候就發佈了四月份的非農就業人數 那那個人數真的是差到有爆炸 等一下等一下什麼是非農就業人數 非農就是不是做農業的這一群人 也就是平常有在工作的人 就是像我們可能是上班族 或者是你就把它想一群都在工作的人 扣掉農夫 它人數差到有爆炸只有26.6萬人 全美國只有26.6萬人在工作 對所以就比預期的98萬人更少 所以就很像是表示可能美國除了拜登跟公家機關人員 其他人都沒有在做事 那也太誇張了吧 所以大家就是閒錢在家零補助這樣 沒錯 就連前陣子費的都出來講話說 欸我覺得股市好像漲太兇囉 閃戶門你的槓桿好像拉得太大了 對然後閃戶門就回家說 現在是怎樣 販毒的人嫌吃毒的稀太兇是不是 確實確實 是他們的低律率造成了現在這個狀況 對啊這一切到底是誰養成的啊 好啦好啦講到這裡時間也差不多了啦 該去吃宵夜了啦 不要再講什麼吃毒的事情了 對對對還是我們還是去吃宵夜吧 那各位聽眾我們今天就到這啦 掰掰